大家早上好 应该说新年好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 向大家拜个年 当然我们中国人不过西洋年 我们是过中国年 那么在过中国年的时候 我会再次向大家拜年 奔驰老师今天不在 那么我一个人来 讲我的故事吧 按照过去的习惯 每一年年结束 和每一年年开头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过去的那一年 做一个总结 日本人会叫一个叫做 叫做忘年会 就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掉 那么我觉得去年的一年 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值得总结一下的 当然我们的国家 中美关系 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 那些就让那些 大家们去谈 我就来谈谈 我个人私人的事情吧 因为私人的事情 其实跟每一个人 也息息相关 可以反射到 每一个朋友 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 我来谈这些呢 也会对我们大家的生活 会有所帮助 从哪里谈起呢 从昨天晚上谈起 昨天晚上是新年夜 按照以前的话 新年夜 大家都喜欢跑到最热闹的地方 跑到市中心 倒数那个钟 然后就是欢呼 然后就看烟火 这都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我以前也做过很多次 但是昨天晚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奔斯老师 两个人的心境 都特别的平静 就像平时一样 我们就是握着手 坐在沙发上 在看电影 看个什么电影呢 就看个这个 贝多芬的电影 音乐家 直到那个 十二年中 那个时候 我们才出去了一下 站在院子里 远远的看到 这个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 那个热闹的场景 大家放烟火 哇 看着就很热闹 其实我在想 这些看热闹的人 他之所以要到那种 很热闹的地方去 也许他的内心 其实很寂寞 他需要有那个 一个虚拟的 一个虚假的 这样一个气氛 掩盖他内心 深处的那种寂寞 而其实 像我跟奔斯老师 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心里就已经觉得 非常的充实 我们就觉得 好像不缺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 同时都没有觉得 需要去找一个 很热闹的地方 来弥补自己心里 的什么事情 这是我昨天晚上的感受 那么另外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使得我今天 要来谈这个话题的原因是 我的日本的 跟我学习做小提琴的 这位学生 跟我四年 就算是毕业了 他就要离开了 所以呢 他就把东京店里的 一些家具的视频 都发给我了 因为我就准备 把东京这个店就关掉了 因为我这个学生 不去打理的话 我就没有别的人打理 我也不可能 继续在东京 就开这个店 没有人守嘛 那我就说 你就把它关掉算了 那么我学生 就把一些家具 就发给我 其中就是有 我的工作台 接待顾客用的 这个小的 很漂亮的 西式的这种茶几 上面摆小提琴的 还有就是那种西式的 意大利式的这种 小沙发 还有就是那个办公桌 那个是很厚的 很厚的一整板的 那个树 砍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很贵的 还有一个小的 一个纯木头的 好像梨花木 还是什么木 反正很贵的木头 那个小推车 那都是我花了很多钱买的 我记得那个小推车 就好像是六百美金 还是七百美金 也那么贵啊 都是很贵的东西 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我这个人呢 很节省 对我自己用过的东西 我的感情也很深 我就往往都不愿意 就是离开自己的手 包括我穿了衣服 那真的是要穿得很破烂 最后我都要把它 最后一次 我还要把它洗干净 叠好 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 然后再放到垃圾桶里 而且还跟它做一个告别仪式 跟它说 谢谢你跟它 我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会把旧衣服 旧鞋就这么丢掉 不会的 我都会最后一次 我都会洗干净 除非是旅行途中 因为没有条件洗 那我也会 把那个鞋 包起来 放塑料袋里面 最后跟它说一个再见 放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我是个这样的人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一次 我居然就会对我的学生说 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要了 随便你怎么处理 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想都没想就做了这个决定 决定之后 我吃了一斤 我说这还是我自己吗 我在感觉到 我自己的巨大的改变 就是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一个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我自己还一时没有意识到的 那就是说 我真的把物质看得很轻了 我把精神看得很重了 是因为我找到了精神上的东西 我找到了新的东西的价值 我才从根本上 从理性上意识到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任何东西 就是说你只有在你用的时候 它才是有价值的 你不用了它就没有价值了 不管多贵的东西 你不用它了 它对你的时候就没有价值了 就像一把阿玛提的小提琴 那价值连成 但是你一旦不拉它了 你不拉它做音乐了 这把琴就失去它的价值了 所以我感觉到 在我的人生中间 我去年一年 2018年 我误出来的就是 人生最大的价值 人生最大的财户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任何其他物质的东西 所有物质的东西 你都可以赠来的 都可以争取到来的 而且呢 也可以就失去 当你老了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吧 你所记得的 真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发了多少财 事业上有多少成功 曾经是有多大的 高的这个职位 而是你谈了几次恋爱 你交了几个朋友 你跟你家里的人的 这种亲情的关系 只有在这些 我想 我还没有死过啊 但是我想 这个人才死之前 他一定想到的是 人际关系 一定是想到 还有谁还没来看我 还有谁 我还在惦记着他 而不是他生活中间的 一些物品 说哦 我还有一块手表 那是个劳力士 或者我还有一栋房产 我想绝对不是这些 到了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对人 都没有意义了 我想那个Steam Jobs 这个杰布什 死的之前 他也写了一个遗书 中间提到这个问题 还有好些 这个世界名人 或者成功者 在死的时候 他都突然发现 我失去了我人生 最最有意义的东西 我把我的人生 都用去创业去了 而没有用在陪伴 我自己最爱的 和爱我的这些人的身边 所以呢 我想今天就是说 2019年的第一天 我想借这个机会 就梳理一下 我的人际关系 就是说在2019年 对我的人生 发生最大影响的 五个人 这五个人的人际关系 我想梳理一下 同时我希望 如果他们能到 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能够把我们这个关系 继续的延续 甚至发展下去 这个要讲的第一个人 当然就是我的前太太 秦岳 这个上海的这位 八年后的太太 我的整个这个2018年 主要的感情生活 也就主要的这个经历 还是发在他身上 不光是去年一年 整个这几年都是 他是我的一个心病 自从这个2012年 年底我出了车祸 2013年年初开始 他的妈妈就开始 跟他找新姑爷 就想把我踢走 就是去了进行婚介所也好 通过自己也好 就是在新年夜 就是公开的跟我说 你今天不要到我们这里来 所谓不要到我们这里 是我在东京 给我太太买的望雄 我在东京 用我太太的名义 买的那个公寓 他们住在里面 他要我 不要去看我的孩子 在新年夜 因为他们要找一个 接下来一个新的男人 跟他的女儿结婚 因为我已经残废了 没有用了 从那个以后 这个几年 这个日子就非常不好过 就是说 我曾经一度想到了要自杀 就是觉得没有小提琴了 就是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手也砸坏了 这个琴也没有了 那我还活在干什么呢 又开始旅行 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就觉得 当时确实是行的很狭隘 世界是多么的美好 世界是多么的大 你永远都有机会 重新开始 我的前太太 一开始 我就是不同意 跟她结婚的 我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会害了她 我觉得会耽误了她 因为我比她大那么的年纪 我们之间没有 这个共同语言 她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年轻很多的 比我强很多的 生活能力很强的 甚至发了财的这样的人 她也会去当一个 很好的内奏 比如说是 嫁给一个餐馆老板 她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餐馆的老板娘 她嫁给一个 哪个大企业 她会是 那个大企业的 非常好的一个CEO 她也是 嫁给一个总统的话 她是一个 非常好的第一夫人 她跟真的 不应该嫁给我 但是她不相信 自杀 我非你不嫁 你不娶我 我就死 我就死给你看 我这个人是真的怕死人 有没有在我的人生中间 死过两个 虽然不是直接我导致的 但是与我有关系 一位就在我的 父子琴 这本书里面有描述 她的名字叫小林 她以前是 湖南图书馆的 一个图书管理员 这个是真人真事 在22岁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就自杀 死掉了 这个是与我有瓜葛的 另外一位就是一位妓女 是在这个 挪威的一位妓女 这个是在我的 《生女淑女》 《妓女》这里面 书里面 以我所描述的 这个妓女的这个角色 当然她不完全是我的原因 但是是我给了她 重新生活的这一辆希望 和这个 等于是我打开了一个世界 一个新的世界给她 而她却走不进这个世界 她又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世界 所以她就宁可 选择逃避 这个是与我也是有关系的 我是真的怕死人 所以拖了两年半 跟她认识以后 终于是相信 这个人真的是爱我 也许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也许这就是神的一旨意 等等等等的原因吧 我就跟这个女的结婚了 至于后来 这个 好好的生活了四年以后 出了车祸以后 她的这个突变 这个与她的母亲 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 那个以后 其实我也反复反复 跟她讲 说不要离婚 2014年 2月份 她把我这个家砸了 把我情砸砸了以后 其实我还是一致在想 能够通过 直接沟通 直接 对话的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说 在她离婚的事情 闹奔以后 2013年的6月23号 我到了上海 去见她 这个我的手 被她的这个 四舅 打成了残废 她出了这个刑事犯罪以后 警察是一次要抓她 而她呢 在打官司 要跟我闹离婚 我是一直是回避 我一直跟她讲 既然结了 有两个孩子了 你不要离婚 离了婚对你没好处 她不相信 一定要离 一定要离 最后就是说 最后打官司出庭的时候 我都不去 所以你全部赢 都输给你 我都输了 没关系 你赢好了 因为我就跟她讲了 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 打官司 没有赢家的 真的没有赢家 她只是双输 只有不离婚 才可能是双赢 她不相信 把这个婚一离 那就更加好了 这个警察就更有理由 要抓她了嘛 离婚之前 那警察还听听我的意见 你怎么说 你是老公嘛 离婚之后 那警察就不管了 是不是 你就没有权利了嘛 尽管如此 我还想去警告她 让她不要回日本 我还跑到了哪一年 是2017年 就是2017年的 年初二月份吧 我还到了广州 这个国际乐器长 去见她 想着当着大家的面 可以跟她谈一谈 她至少要顾点脸面嘛 结果没想到一见面 当面打我 她是一把小弟情 啪就砸到我头上 把我头 那个小弟情砸得粉碎 然后拿着操作 椅子就打我 她的舅舅是 把我踩在地下打 当时呢 那些保安兜都傻了 整个场面都傻了 这要不是在 在看科中间 有人录了相的话 那我都讲不清楚 是后来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在那里排 排了一上网 我是在网上接了图 接了这个视频 究竟是谁拍的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么野蛮 最后我是没有办法 2017年 回到日本以后 我的学生天里 非常气愤 再次带着我到警察局 最后警察局这一次下决心 2017年的 应该是7月份吧 7月份还是9月份 被捕了 就是给抓了 抓了之后呢 其实在 最开始的20天 还是有机会的 我就反复跟她的父母沟通 而且我的哥哥 还跟她的救济也沟通 都没有效果 她就是 就什么都不怕 我坐牢什么什么 我要给你逗到底 我就不知道 这个家庭关系 有什么讲不清楚的 有什么不能够交流 通过对话来解决 一定要这样子 这个没办法 那警察就判刑 所以整个今年一年 2018年的一年 开庭开庭开庭 开了三次庭 我去 我只去了一次 我只去了一次 那就是说答辩的时候 说我必须要去 而且答辩那一次的话 我自己都不想去 我说我可能会死在那个 那个地方 对吧 我说我可能回答不了那些问题 太紧张 我受不了这个年纪来了 不行 我受不了这个刺激 结果是 检察官 还有我的学生 反复跟我这个做工作 就说呢 这个案子呢 不管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因为你既然出了这个事情 你对社会有一份责任 这不是你私人的事情 你要这样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抱着一个对社会 对整个人类 负责的在那个态度 也同时是 抱着一个 去帮助他 去营救他 这样的一个心情 你才能够 振作起来 最后我是 去了 去了 真的在答辩最后的关头 我真的是晕倒了 当场晕倒 啪 倒到地上 那个救护车就来了 医务人员就 我就过来了 实在受不了这些东西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还是想去帮助他 还是希望他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 还是希望他能够做个检讨 有些问题能够解决 把它解决掉 他不 一直在法庭上撒谎 再撒谎 再狡辩 再怎么样 你不能够把全世界人民当傻瓜 你可以欺负我 你不能够欺负法官 你不能欺负整个日本的法治社会 这个法治制度 你不能够欺骗 你不能够欺负新闻媒体 最后没办法 这样的一个家庭暴力事件 结果在日本居然判了实刑 这个是很少的 怎么说你算是家庭暴力吗 对不对 是家庭之内发生的事情吗 很少判实刑的 只要你真的认识错误 表示愿意悔改 做一定的赔偿 对吧 一般都是兼外之行 对吧 兼外之行 你两三年之间 两三年之后 你没有犯错误 那就把你 就算了这个事情 一般的都是这样的 而且一般是像这样的事情 都是三年就实效了 过来三年没抓到就算了 日本警察硬是待到了第四年 把他抓到 而且下了决心 不抓到为 不抓到 不罢休 抓到以后 在一个过程中间 警察一直在跟他做工作 警察一直在跟他 这个沟通 他的律师也一直想帮他的忙 但是他就是顽固 最后没办法 日本这个法律 就是认为 这个人的话 不判他两年实刑的话 他才是改变了 现在的担心是 他就是判了实刑 两年之后出来 改不改得了 还是一个疑问 但是只能说是 日本法律也好 我也好 都是做得了人自一尽 这一点上 我的心里是流血的 说起来的话 我是真的不希望 他在里面做两年 我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 他自己的错误 这个人呢 就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已经嫁人了 没有人强迫你 是你要强迫嫁给别人的 嫁过去了 生了两个孩子了 而且这个男人 又没有做任何 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跟我的太太 结婚以后 我发誓 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 有任何特殊的关系 我到现在还没有再婚呢 我跟本次老师这么好 我都没有再婚呢 因为什么 心里还是放不下 等他两年出来以后再说吧 等他先再婚吧 他再婚 确认以后再说吧 我还是在想这个事情 同时我也觉得 非常对不起 我这两个孩子 他不让我见 对吧 我就觉得欠他们的 你说在日本的 我那个日本太太 她生了三个孩子 我一直在照顾 我一直在照顾他们 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不起他们的 但是对这两个孩子 我都觉得就是对不起他 所以将来这个美国的房产 留给谁 我现在都在考虑 我会买个几栋房子吧 买个几栋房子 那总要有人继承嘛 那在继承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给那些 我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 这些孩子 至于在我身边长大的 我已经一直在抚养的 我觉得我不欠他们的 但是有些孩子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欠他们的 所以父亲来说 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了表心意吧 那么就是爸爸 在美国有几个房产 你们把名字也加上 万一老爹都走了 这些房产都是你们的 也算是给后代留了一点东西 另外就是说 我的这个前太太的这个影响 她不管只是对 她跟我的家庭影响 她牵涉着 她影响到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 这个新闻一爆 这个人就是这样 这个人怕出名 猪怕壮 这个新闻一爆 报纸一爆 弄得我在日本的那些 小事情的顾客就要 黄黄不昂 就不知道这个单力 出了什么事情 对吧 很多顾客 她就不敢来了 以为你这个scandal 这个丑闻 你不知道你这个店里 出了什么事情 她就不敢来了 这个日本人是胆小怕事 她不来了 不来的你又不能强迫她 还有我的那个可爱太太 以前跟我是一直有来往的 一年总是还见一次两次面吧 带着孩子一起 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也吓得不得了 就是以后 老爹我们还是保持距离 你的事情 我暂时还是不要见面 所以说 她这个事情的影响 不只是她跟我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的整个社会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同时也影响到我的这个学生 因为这个学生 跟了我四年了嘛 在这个交往工程中间 她的律师 因为一直是在跟我学生 她交道 肯定也转到了很多 她方面的 不利于我的一些信息 至于这些信息 是不是真实的 那么那个律师 她也没办法判断 她只是从她的角度说 但你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么对我的学生 心理上也是有阴影的 也是有想法的 所以呢 就是说 确实是 这个损失 不是她一个人的 就是说 一件事情没有处理的好 没有赢家 所有人都是输的 最后输得最惨的 是我这么两个孩子 对不对 两个孩子 这个爹见不到 以后说起来 爹是个老坏人 那么娘也见不到 那娘肯定是个坏人 要不然怎么会不关起来呢 那他们这个 又小的心灵中间 对吧 他会觉得自己出生 你在一个这样 没有脸面的家庭 对吧 父亲是个坏人 妈妈说 父亲怎么这么坏 那么他们 根深地固 觉得父亲不是个好人 那么社会说 妈妈也不是个好人 你说他们心理上 那种阴影 每一个孩子 都认为自己的父母 是最伟大的 自己父母是最可爱的 自己父母是最了不起的 哪个孩子 你说我们从小长大的 那些黑无类的 什么地富反反右的 这些孩子们 他们心里是什么样的阴影 好 这个人就告一个段落吧 第二个对我 这个影响最重要的人 其实这个人 说是排行第二 其实他是最重要的 他比什么重要 这就是我的哥哥 这个我这个哥哥 这个故事呢 我就不想多讲 因为事实上就是说 很伤心很伤心 为了这个卖房子的事情 我的哥哥是从小就带着我 他其实只比我小个一岁半 但是在我心目中 他就比我大很多 我是六岁半的时候 就跟着他 他就牵着我去幼儿园 带着我去小学 而且我小学一年就报名的时候 是他带着我去报名 两个人去报名的时候 你父亲的名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所以他真的是个小大人 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最近的 我们两个人 他是我世界上最亲的人 最近的人 我经过换老婆 换了这么多 但是我这个哥哥 你没得换 就这么个哥哥 对不对 他不关是我的哥哥 他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们两个在很多问题上 谈得来的 很多观点 我也接受他的 同时呢 就是说我的朋友比较少 因为我流动量太多 但是我的脾气不是太好 那么我到中国去 往往就是跟他的朋友玩 比如说出去旅游的话 都是我跟着他 跟他的一些朋友在玩 他的朋友特别多 他这个人为人非常好 很忠厚老实 所以呢 他的朋友都是很长的时间的朋友 都是从小学中学 这个甚至有幼儿园开始的 到这个参加工作 所有的这些 韩布拉很多的朋友 所以他是我在整个生活 在中国生活的整个的内容 他对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我有一个朋友 同时也是一个老师 因为他在这个IT方面 比我走得前 用这个智能手机 用电脑 用这些东西 他自己会装电脑的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 就像过去中国 有一批这样的人 就是说你是 玩那个半导铁收音机的时候 他们就去搞那个半导铁收音机 那个做毛主席像张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那些树的水晶剥裂 什么就磨成 那个把毛主席像放进去 他们就会 那种手是很巧的 这样一个人 我的哥哥 他自己也是个摄影师 所以他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他也是我整个在中国的总代理 什么东西都是他代理 钱也好 生意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包括我在中国的这个孩子 都是他照管 还有他的太太 我的嫂子 至于他们去照顾我的两个老人 对吧 照顾父母 那么他也是儿子 那么有他的责任 我也不必去谢他 但是对我的照顾 确实是无为不至 而且对我底下两个弟弟 同样的 所以我的这个哥哥 真的是当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就是因为 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就惹得他那么不高兴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是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 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还特别写了一篇小说 而这篇小说呢 我还没有给任何人看 除了我的姑姑 我的姑姑其实像我的妈妈一样 她是从小带着我的 这是我人生中间最最亲近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姑妈 这个是在我的父子情一开始就讲了 就是我在那个亲事街上走 我的姑妈 怎么样对待我 从小是她带的 所以她是对我 对人生 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烦了 我的姑妈 她不会背叛我 她会一直爱着我 这一点我心里非常非常的 能感觉 这本书 我只给我姑妈看过 那么最近呢 为了这个 网回这个关系 我把这本书也发给她了 希望她能够了解到 我在外面受的一些苦 这个我们在外面的人啊 对国内总是报喜不报忧 就打破了门牙完肚子里吞 我们在外面吃了很多苦 很多坚信的东西 我们是不愿意讲出来的 我们只是去告诉这个国内的人啊 外面有金字节 外面你到时候都黄金 你走错 你走错路了 一挖一挥 你颠头 底下就是一千万美金放在那里 你随便你解 大家都给人感觉是这样子的 我们只是报喜 只在我们在外面是如何的辉芳啊 如何是成功啊 但是真的 我们在外面吃的那些苦啊 受的那些罪啊 受的那些欺负啊 那些委屈啊 我们是没有人讲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就稍微讲了一下 结果我的哥哥好像还不理解 他回信给我是非常的强硬 说你把这些东西推到我的身上 认为是我要负责的话 这个我不卖这个账啊 这就使得欺负完 就是他完全是没有达到我想达的那个作用 刚好还相反了 所以我对我哥哥这个关系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挽回他 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我老婆这个钱我都不要了 我都给你好不好 我都给你 我都留给你 我中国的钱我什么都不要 你还是不是愿意再跟我继续做哥哥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不要了 我那个钱就给你 但是呢 人是这样子的 伤了这个刑 你就像打坏了的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玻璃瓶啪打破了 你要让他复原的话 他那个裂痕永远在那里 这是我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房地产 如果伤害了每一个人的话 对我最大的伤害 那就是我跟我哥哥的这个关系 第三个要讲的一个人呢 要讲一个妹妹 其实我是没有妹妹的 我们家里的四兄弟 曾经有一个邻居 叫四伟八 喜欢到我们家里玩 我们都把他当妹妹 这个妹妹就是说 真的非常甜蜜 非常好 后来就是说去世了 这个是我们家兄弟之间 永远的疼 所以我们家里的四兄弟 没有个姐姐妹妹的这样的 亲情没有这种关系 那么今年 我三月份吧 好像是回国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中学的同学 这位中学同学呢 就是说 见面以后 都是六十几岁人的嘛 那中学同学 那我年龄都差不多了 那就是一个老太太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同学是这样的 他再怎么老 你要在马路上碰到一个 六十多岁老太太 你根本就觉得 你跟他没有弄中语言 你跟他有代沟 对不对 但是是同学的话 你不会嫌他老啊 你会回忆起童年的时代 回忆起我们那个十三四岁 十四五岁在一起 跳舞啊 拿琴啊 活动的那样的 那样的 所以说 那个脸啊 那个长相 那些东西都都不记得了 就回到这个过去去了 对吧 这个人往往是这样的 他就告诉我 他说 其实这几年 他很伤心 那么又是为什么 就是他全家人都去世了 父母也走了 哥哥姐姐 家里没有一个人了 人又离婚了 而且儿子又不在身边 所以他其实自己很孤独 然后呢 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呢 他就讲起 他说 其实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看到你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还很懵懵懵懵 还不知道什么叫爱 只是觉得你这个人 蛮有意思的啊 觉得我要有个这样的哥哥 也蛮好的 就这个事情讲起来的 那我们刚好呢 是在越鲁山 经过一个菩萨庙 也很奇怪 就经过一个菩萨庙 两个人进去啊 就是拜成兄妹吧 就是说 我也没有妹妹啊 你也没有哥哥 现在就全世界是一个人了嘛 我当时也是犹豫 说心里话 卖的这个房子 我跟哥哥这个关系啊 有一些变 那我就觉得 我回长沙 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连一个 哪怕到机场来接我的人都没有了 就是我呢 我跟中 我跟我的老家的联系 全部就切断了 我要承认 我也有一种功利的心理在里面 对吧 我就说 哦 那么交一个妹妹也好 对吧 那么至少我将来回到长沙来 还有个人跟打个招呼 对吧 当然我这位妹妹 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人士 以前经营过服动场 也发了点小财的啊 也不是说一般的人 有点钱 对吧 这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纯洁 那真的就 我自己是真的就很心疼她 把她当个妹妹啊 第一件事情我就要求她 到日本去玩 我说既然那个 结拜兄妹了嘛 那我就邀请你到日本去玩 那她一想 她说我要一个人到日本去玩的话 那你那个奔驰老师 对吧 会不会在意啊 你日本的那些 你日本的那个孩子他妈 会不会在意啊 我也考虑到这个地方 我也考虑到这一点 觉得要辟邪 对吧 你单独邀请一个女人 到什么地方去 你说你是兄妹 别人不这么看 对不对 所以我说 那就再要个同学吧 所以呢我们就一再 邀请了另外一位同学 也是我们两个都认识了 另外一个同学 那么他又自作自发 还要求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我是完全不认识的 跟我也不是我们同学 一点不搭卡的 就一毛 没有一毛全的关系了 他就自作自发 而且我当时还反对 我说那个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请他到我家去住干什么 他不管了 一起去了 那我就说 你既然妹妹这么坚持嘛 那就随利吧 就这样就三个人 为了这个他们签证的事情 我还要把我的机票退掉 我当时已经买到了 回这个日本的机票 因为当时的话 我是想回到三月初 到日本去 把我的事情打理一下 这个三月底 我就开始旅行了 我原来是计划是 四月初 三月底四月初 我要从这个 从希腊开始 因为要讲究天气嘛 到六月份 到六月份 七月份 这个旅游就忘记了 就跪起来了 而四月份 五月份呢 既不跪了 天气又好 就像我 前年我去了那个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国家一样 那么今年 我的计划是 从这个希腊 到保加利亚 到罗马利亚 到一直往上走 走了 整个就是前苏联的这些小国家 我都想走一遍 就东欧的这些国家 东欧 中欧 这些前苏联的小国家 我都已经计划好了 但是由于他们要去玩 要办签证 要什么东西 那没办法就等他们 这样一等 就把我的机票费掉了 然后我的还得自己 花钱买一个机票 陪他们一起 到了我 这个 明国屋的家 把他们安排在我们家里住 然后就是全程陪同 我陪了他们 好像是两个星期吧 从明国屋到东京 一直是住了我家里的 当然他们花钱买菜 他们烧饭 做饭吃 对吧 那个旅行过程中间 买东西吃 都不要我的钱 当然他到我们家里住 也是白住 我跟白开车 这些都是属于是 兄妹之间的关系 我陪了他们两个星期 就是24小时陪同 因为住也是住在一个 一个大房子里面嘛 对不对 整个两个星期 我只见了我的孩子两次 而且都是在餐桌上见的 就是他们请 我那个两个 几个小孩吃饭 我们的餐馆见 见一下 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去 陪我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 完全不懂日语 你把他们放在家里 一分钟都不行 他们分分钟想出去买东西 而我的公司 我自己上班的地方 我就去了一次 去了五分钟 就是带我这个妹妹去看了一下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就走了 也就是说 我回日本 两个星期 没有赚一分钱 没有接任何一单活 没有工作 全陪他们 一直又把他们送回到长沙 那么到长沙以后 因为我这个妹妹 她是在深圳有一个房产 我当时我就跟她讲 我说这个不对了 一定要卖掉它 她当时说 那时候还可以再等一等吗 我说不要等了 我说我的房子也卖掉 你的房子也应该卖掉 这样的 我就是说 在长沙待了一段时间 当然在长沙期间 她非常的照顾我 出了她家里 她是家里应该有两间房 那么就是我住一间 她住一间 那真的就是兄妹了 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 纯粹的兄妹关系 但是这个妹妹 她有一个特点 因为她以前是成功人士 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她做老板做惯了 而且她以前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跟班 就是帮她开车 帮她拿东西 帮她记录什么东西 帮她记事 帮她做饭 她有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她一旦跟人在一起 她就习惯性的 当那种 她就 你帮我拿着 这个你帮我进一下 这个你帮我弄一下 这个你帮我搞一下 你不能开车吗 我去打牌去了 我晚六点回来 你把饭做好 她就有一点 这个习惯性的 就是说 当然 做饭主要是她做的 就她会有时候 有习惯性的 就是帮我当部下 她不是那种 怎么说 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 这个是没办法 对吧 这个人呢 她养成习惯以后 她跟人在一起 她是这样 就像我一样 我跟任何人在一起 我是一个领导 我是一个牵头的 我是一个负责的 对吧 我不会去跟班的 变成这两个领导在一起 有时候就会 对吧 这些小的事情都无所谓 对吧 然后 她当时犹豫 我就说 我陪你到深圳去 把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我就陪着她 到了深圳 就是找中介 然后我拍视频 在网上发怎么样 就是说 赶在六月底 非常有意思 六月底 我跟她两个人的房子 都出手了 对吧 我的房子卖掉 一百六十万人民币 还是一百八十万人民币 不知道 这个是我哥哥操作的 就把它卖掉了 她也是卖了这个 七百万还是八百万 反正七八百万吧 这不钱就到手了 一过七月份 就不行了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一段时间 我在陪她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她想到欧洲去玩 那么我说 我要去那个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那可以 没关系 她说 那我再邀两个人 我说 那也没问题 因为总是两个人不好 你总是再邀两个人的话 也说了过去 对吧 她邀了两个朋友 就由于他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签证 护照 签证 办什么 就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最后我就这样在 整个我去欧洲的这个计划 就没了 我整个就是希腊这一趟就没走成 就在场上 一直在一直在 待着七一份了 也热得不得了 我说我再不走不行了 这样两个人终于就是可以走了 箱子都打好了 什么行李都弄好了 要往机场走的时候 他接到这个旅行社的通知 说你那个签证 只能待九天 九天之后 你就要离开 又怎么怎么样 弄得很麻烦 他又走不成 对没办法 我就一个人 就飞到了法兰克福 当然这个机票是他买的 到了法兰克福以后 我就心里就想 我说我一个人跑到法兰克福来干什么 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不对 就是因为想陪他 结果没陪成 自己一个人跑到法兰克福 当天我就坐了长座车 隔夜的车坐十几个小时 我去到了那个瑞典 然后从瑞典 从丹麦到瑞典 然后回到挪威 我到挪威待了那个一两个星期 当时就是 本次老师这边就是有事情了 对吧 有房地产的事情 我们一起买了房子嘛 这个买了房子 有些事情要考虑 有法律上的一些事情要解决 这样的话呢 我也没办法 在欧洲等这个妹妹 我就飞到美国去了 这些自己掏钱了 对不对 如果我这种常识要飞到美国 那很便宜嘛 对吧 那我从欧洲再飞过去 就很贵呀 那没办法 自己掏钱飞到美国去了 但两个星期之后 整个到美国 待了没有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不到了 两个多一点点星期 就二十年都不到 好 这个妹妹 她说 我签证要到手了 我又要到法兰克福 那没办法 我又只好 又自己买一个机票 那奔驰老师说 你搞什么名堂 你来了才二十天 你这个买的这个房子 这个手续还在办 对不对 我说那不管 我把钱全部交了 对吧 我多交一点行不行啊 我把钱全部交给 这些中级公司 我就放在那里 对吧 万无一失了吧 我说我那个妹妹中央 我就陪她 我又买一个机票 飞一趟不容易啊 这个 甚至说 我从美国飞到欧洲 飞一两天啊 又买了个便宜机票 飞一两天啊 飞到 这个又飞到法兰克福 等我这个妹妹过来 这个妹妹过来了 过了以后高高兴兴陪着她玩 对不对 当然还带了两个人 三个人一起 那我就是 那两个人跟我就 一点关系没有嘛 他就是纯粹的就是 我们常说话叫吃半片嘛 就是 我就陪着他们玩 然后就是带他们到 河南啊 租车啊什么 我才发现非常的累 跟着陪着玩啊 跟一个人玩完全不同 我还是一个人背包客 我很自在 我今天在哪里住 我根本想都不要想 我吃什么东西 我随便走到那里 吃什么东西都可以 对不对 我不要担心任何事情 我在照顾我自己 但是你一定要去照顾 三个女人 不会讲英语的 又不懂那边文化的人 啊 那个内德啊 你要跟他订 酒店吧 对吧 那么都要提前订好吧 这个整个旅游的 这个计划要做吧 他们时间是有限的 对吧 他每一天都希望玩得很值得 对不对 他不是像我 我反正在那里住 我欧洲就是我的家 我今天都不高兴 我就在家里住 睡一天也可以 那他们不行 你要带他们去玩嘛 对不对 安排景点啊 什么东西啊 我才发现 哇 很累 这个翻译啊 你说三个人同时 你要翻这个 翻这个 翻这个 你一天要讲多少话 你说 非常辛苦 什么租车啊 而且开车只有我一个人开 所以要开车 到地方 你要找地方住 找地方吃 要给他们介绍景点 还要给他们拍照 啊 每个人就是他 好像我是他专业 是这样 照片机 我是他们的专业摄影师 啊 这样就都陪了大概 呃 一两个星期吧 我人实在是受不了了 啊 但是我觉得 对吧 这个 做哥哥嘛 对吧 是这是应该做的 对吧 我是真把他当成个妹妹 我说就是平时 我也要坚持下去 要把他赔到底啊 结果没想到 有一天在路上 这个妹妹突然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让我好伤心好伤心 对吧 他讲究什么呢 他说 主要还是由于你的语言好了 啊 因为你 又能开车 又能又能翻译 又能怎么样 否则的话 你为什么认这个哥哥干什么呢 对吧 我这突然好像意识到 哦 你原来是想找一个免费导游啊 找一个免费司机 找个免费导游 哎呦 我当时就很伤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 还是一个非常 虽然这么年纪了 还是蛮天真的一个人 很多事情我会相信 我不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看成是纯粹的一个利益关系 我不会 啊 我才知道 我原来我对他并不是那么重要 原来我对他 他也许他跟我讲的 他那个小的时候啊 对我有点感情啊 也许就是顺便讲出来的 也许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我心里就非常伤心 也很凑巧 就那天晚上 这个 本次老师跟我联系 就是银行 啊 这个这个来通知了 你几号再不回来签这个字的话 你就算违约 你违约的话 你那个五千美金的 这个 叫做 down payment 违约金 还有加上什么 一千多美金的手续位 一共我就要 不但是这个房子 我可能买不到 而且我可能要损失到六千五百美金 但是我就跟这个妹妹说 我不行了 我说我 都用美国出事了 而且本次老师当时就是说 你赶快回来 你不那个的话 我帮你订机票都可以 所以这样 就是说 等于是 本来是计划要陪他们晚一个月的 可能是晚了半个月 晚了一半 不行 我必须要回去了 而且这中间还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三个人嘛 有一个人 他也是要走 他说 哦 我们家公司出什么事情呢 我要先走 其实说心里话 如果当时的话 只是我这个妹妹一个人的话 我不会去欧洲 我会跟这个妹妹说 你废掉那个去欧洲的机票 反正我也要买一个机票到欧洲去 我帮你买一个机票 你到美国来 对吧 我带你到美国玩也是一样的嘛 对吧 我说美国跟欧洲 欧洲以后有机会嘛 就是因为他又约了两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欧洲人 要以弃绝精神 既然跟你约好了 对不对 我就死命都要就陪他们 七月精神 也告诉他们 这个欧洲人 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最后还是 把他送到了这个机场 一次把他送上飞机 但是这个事情之后 反正这个妹妹好像对我也是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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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打微信 他也就不怎么太回了 而且我在他家里 还留有我非常重要的东西 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是 其他的 我心里就很凉了 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不知道我对中国人 任何人 还有 还能不能相信 还能不能相信 有人缘之一 有真的感情 还仅仅就是利用 利用的关系 整个我这个半年 就算我陪了这个妹妹 而且整个在他身上 管机票 其他的不讲 不讲 管机票 这两千多美金 两三千美金吧 就管机票 日本的机票 欧洲的机票 欧洲到美国 美国带欧洲 再到美国 飞来飞去 就是闹一个这样的 大家都不高兴 最后就是 我只是 希望我这个妹妹 他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 或者是认识他的人 看这个视频 能告诉他 我是一片真情 我是把他讲的话当真 我是真把他当成是一个妹妹 而且我付出了 这么多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我只希望 我在他家里放的这些东西 不要太占他的地方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还会回到长寿 回到中国去 也许是五年 也许是十年 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 那些年以后 我回到中国的话 他帮我保管的那些东西 还在 因为那些东西 对我说实际上是太重要了 是我人生 最最值得纪念的一些东西 最宝贝的东西 放到他家里了 好 这是这个妹妹的故事 这个我梳理一下 也希望 就是我的哥哥 我的这个妹妹 看着这个视频呢 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我是希望能够跟他们保持 跟他们保持这种兄妹关系 兄妹 就是哥哥和妹妹 这种关系 能够这种亲情 不要忘记 这是下面一个人 就讲这个我的学生 因为时间有限 就简单讲一下 我这个学生呢 就是跟了我四年了 我真的就是把他当儿子 他跟了我四年 我的生意全部交给他 这个四年以来 我没有跟他算过一次账 就是他报时多少就多少 我连check 我连看都没看过一次 就他骗我的话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我宁可不知道 因为我想就是这样的 你既然接受他 你就把他当个孩子 就是自己的孩子的话 你只能去信任他 否则你分分钟 把他放贼一样去放的话 你会很累很累 所以我的公司 所有的钥匙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钱 所有的情 全部都交给他 那收入以后 就是他自己去算 他算多少是 给我那个前太太 那个日本的那个前太太的 算多少是给我的 都有他假的算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 他当上这个四年 是我一个非常 不可缺少的存在 他帮了我很多的忙 在个心灵上 对我的支持 对吧 而且就是尤其在 对这个我前太太 上海这个前太太的 这个官司过程中间 主要是靠他 主要是靠他在运作 所以他帮了我很多的忙 是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人物 我非常非常感激他 那么四年了 他要毕业了 他要离开我 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我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 我希望他在他将来的这个路上 就是着想成长 而且呢 不断的成熟起来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干净的地方 世界上没有清水 而只是浑浊的程度 不一样 就清水而无鱼嘛 对吧 你完全是自来水 哪来的鱼呢 对吧 所以说 希望他那个成长起来 至于以后的话 他愿意回来看我 他愿意回来在学的东西 那是他的自由 我也就是感谢上帝 派来了这么一个人 跟随了我四年 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我只是对我这个学生 表示我的谢意 他对我这个四年中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感谢上帝派他过来 就讲一个 就这么简单 讲了一下 最后一个要讲的人 当然是奔辞老师 这个奔辞老师呢 当然是最最重要的人 我就是觉得 跟奔辞老师认识以后 我才发现 以前所有的那些婚姻 所有的那些事情 都是 怎么说呢 都不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 这个冲击和交流 都是一种好像人生 走到一定的时候的 双方的一个需要 都是大火锅日子 唯独我跟奔辞老师在一起 是一种思想上 是一种灵魂上 是一种精神上 是一种感情上的冲撞 也是我认识奔辞老师以后 我才感觉到物质是那样的不重要 形式是那样的不重要 外面多少热了 多少放焰火 是多么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跟他两个人有沟通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有内容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喜欢在一起 在一起就觉得快乐 就觉得高兴 就觉得幸福 这一点 我觉得是 他改变了我 是奔辞老师的存在 改变了我 使得我对世界上 任何其他的事情 都把它看淡了 而发现了 人生的真谛 人生的那个真谛呢 是要找到 人生的价值 找到自己 为什么要活着 而且呢 对于我来说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把我的这些感悟 把我这些对人生的认识 对人生的这个经历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受益 我是 我觉得 从现在开始 上帝是给我 这样的一个任务 有很多朋友就担心 哎呀 你的手好了没有啊 给我们拿拿小提琴吧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给你们拿小提琴 但是我的手 还没有完全好 为什么 我一定会给你们拿小提琴呢 因为我又从专业 回到了业余 过去的话 我不会 我说你出钱呢 我是吃吃晚饭的 对不对 你买我CD吗 你要听我小提琴 很简单吗 但是以后不会了 为什么 我已经离 远离我那个专业了 小提琴那个专业 我已经跟他说再见了 我离开 我的小提琴的事业 离开小提琴的专业 那么小提琴对我来说 又回到了一种爱好 我会 为自己开心 为让我们的客人开心 我还会拿小提琴 我拉不那么好 已经没有关系了 因为过去的话 我要讲明啊 我是好来为明星啊 那么我每拿一手 那别人会有版权呢 那别人会怎么怎么样 会有议论 我现在不担心呢 我是业余的了 我拉得好不好 没关系 你喜欢听 就是我的最好 好 我今天的视频 就讲到这里 今天讲的是 对2018年的人生的总结 那么2019年 就像中国是一个转折一样 也是我九个人生的 一个新的转折 我希望从今年开始 2019年 我的人生 从精神上 更上一层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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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